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南部的大决战还在持续,巴勒斯坦无辜平民的死伤还在增加。然而,就在此时,在联合国一场关于巴以问题的较量也在同步展开,安理会再次就巴以立即停火的投票也在进行。 联合国呼吁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立即无条件停火并且展开谈判,为全面停火创造条件。 但是15个常任理事国当中,13个国家都投出了赞成票,唯一的反对票果然是美国。 就连美国的铁杆盟友英国这一次都投出了弃权票,因为美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,具有一票否决权,使得联合国这次巴以停火投票未获通过。 投票结果出来之后,美国成了众矢之地,一些中东国家的媒体纷纷怒,美国就是以色列的帮凶,是这次加杀民众惨造杀戮的幕后凶手。 而中国等国家都表达了对美国投反对票的遗憾和极度失望,中国代表张军毫不客气地批评美国说一套做一套,在昨天我就判断过,这次联合国投票要求巴以双方立即停火展开和谈, 尽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不惜动用99条促使安理会采取行动,但美国很可能会再次投出反对票。 果不其然,美国成了阻碍巴以和平的最大半小时,我们看到在投票反对停火的同时,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竟然还装模作样的怒批以色列,在战争当中表现得不够克制,对平民的伤亡过大。 很明显,美国这是在演给全世界看,这是在对外界说,你们看以色列滥杀无辜,我也已经对以色列表达了不同意见,并且对以色列进行了批评。 地球人都知道,以色列赶在巴勒斯坦,在加沙地带打开杀戒,致使一万多平民死亡。 这还不都是你美国给的底气吗?你一边批评以色列不够克制打开杀戒,另一边大张旗鼓地为以色列援助大量的武器弹药, 并且把两艘航母都开到中东为以色列保驾护航,在联合国投票反对停火决议,并且成为15个联合国理事国当中,唯一的一个投出反对票的国家。 此时此刻的美国在中东政策上,也早就已经重判清理了,其说一套做一套的双标嘴脸,也彻底的暴露在全世界面前,美国都做到这个份上了。 美国发言人竟然还声称,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能像美国这样,为减轻加杀人民的痛苦和苦难,做出巨大的努力。 可以说为了以色列,美国不仅得罪了中东国家,也彻底得罪了伊斯兰国家和阿拉伯国家,不但让其在中东的公信力彻底荡然无存,也成了中东多个反美武装力量共同对付的目标。 除了也门胡塞武装多次通过导弹以及无人机,对美国在红海的军舰,多次发动袭击之外,那个饱受以色列欺凌的叙利亚,近日也动作频频,开始对美国和以色列展开军事反击了。 在俄罗斯宣布向叙利亚增兵,并且高调进入中东之后,叙利亚不但向被以色列控制的戈兰高地开炮反击,更是对美军在叙利亚的非法军事基地,展开了猛烈的打击行动。 对于忍无可忍发起反击的叙利亚,美国和以色列双双威胁叙利亚要保持克制,不要卷入这场巴以战争。 还记得前几天,以色列罕见地对物纪黎巴嫩哨所向黎巴嫩表示道歉,并表达了不希望和黎巴嫩战火重开的意愿。 而如今对于美军非法基地不断遭袭,美国竟然罕见地要求叙利亚保持克制,竟然没有随即展开反击报复行动。 这让许多网友纷纷惊呼,莫非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? 看来对于中东这场愈演愈烈的战火,美国和以色列都心里没底了。 在美军在叙利亚的非法基地不断遭袭的同时,连日来伊拉克反美武装也同时行动,对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,以及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发起多枚火箭弹袭击。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紧急要求伊拉克,保护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,以及驻伊拉克使馆的人员安全。 一时间美国在中东风声鹤唳,有意思的是,这两天美国在中东的另两个盟友沙特和阿联酋,都忙着接待俄罗斯总统普京, 都是给出了最高级别的接待待遇,并且和俄罗斯共同达成了减产石油的决定。 看来无论是美国在中东如何卖力的表演,如今的中东国家已经达成共识,下决心共同联手,将美国这个嚼势棍赶出中东了。 所以狂傲的美国,正在为他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付出代价,其实在美国一票否决后,之后大家说的话,其实也都很难听的。 法国代表是这么说的,安理会再次失败了,法方认为,在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的情况下,反恐斗争和保护平民之间没有矛盾,所以法国呼吁立即和持久的实现人道主义休战,甚至连日本代表都说这样的话了。 对于平民来说,无论他们是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,这都是悲剧性的,日本很遗憾决意草案未能通过,这是一个让人失望的结果。 瑞士、巴西、马尔塔、加纳、加鹏、莫桑比克等这些国家,说话也都能难听。 俄罗斯的代表说话更狠,像俄罗斯代表就说,你们对以色列屠杀加沙平民视而不见,对加沙停火问题之反对意见, 却总是在乌克兰问题上表现出对平民的深切担忧,你们的双标无耻到令人择食的地步,虽说阵营不同。 但在这件事上,大家有什么一种共同情绪呢?那就是愤怒,但有一个国家感觉不同,以色列非常喜悦,以色列外长科恩非常高兴,在社交媒体发文说,感谢我们的盟友美国支持我们继续战斗。 感谢完美国后,科恩再次筹骂秘书长,说他就像圣经中的人物该隐,是恶人之族,而古特雷斯是该隐在联合国的标志。 到这里可以看出什么?美国终于彻底把自己与以色列捆绑在了一起,美国为了以色列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压上了,其中包括帝国的命运。 这些年美国拼命想让全世界上的人相信,他和他待着的一帮国家是正义的,是极其强大的,所以肯定是最终的胜利者。 当然这套话术,之前看破的人其实就有不少,比如说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就说过这么一句话,美国人总是善于把他自己的利益包装成人类的普世价值,匈牙利可是北约国家,但在之前,这种揭穿效果其实不怎么好, 因为对人类最有说服力的,不是理论,而是活生生的现实,结果去年的俄乌战争,戳穿了欧美国家的军事与经济神话,巴以冲突更狠,则从根本上让人们看清了西方的实质,因为美国干得实在太过头了。 像在11月29日,德国总统出访中东国家卡塔尔,结果被晾在飞机上半小时,没有人来接。 在欧洲,德国是最支持以色列的,像前段时间,布林肯访问土耳其,机场一反常态,没专门开灯,让这位美国国务卿摸黑走路。 约旦和埃及两国外长,更是当着布林肯的面,一点面子都不给,直接要求以色列立即无条件停火和停止这种疯狂,更别说一堆国家,其实和巴以双方没啥关系,都在和以色列断交或召回大使。 就在这段时间,美国过去两百多年,所累积的声誉和威望,算是彻底没了,你一个公开支持屠杀的国家,还有什么资格站在道德的制高点,去指责其他国家,你一个公然与全世界对抗的国家,还有什么资格吹嘘自己的价值观。 阿富汗是苏联当年流血不止的伤口,袈裟将会成为美国流血不止的伤口,一个帝国到现在这一步已经非常危险了,而历史那势不可挡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了,反正拜登和他那批人,总是胸有成竹,有条不紊的,会把所有事都搞砸。